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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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純的收藏、單純的分享 嗨!大家好,我是燕 那又到了玩具開箱的時候了 最近的開箱速度有稍微快 一點點...對 一點點...希望能繼續下去 越開越多啦 那我們先來看今天要開什麼吧! 因為很小箱 所以直接從這邊拿起來 今天要開箱的就是 Mega House海賊王 POP系列 作品就是回憶系列的 騙人部狙擊王 大家應該也看很多人開了啦 因為POP系列一直以來 是開箱的首選 就是熱門作品 沒關係,我們一樣開箱 那首先是 運輸盒 就Mega House傳統的運輸盒 然後上面會印有 作品的名稱 趕快割開吧 先來看到彩盒的部分 彩盒的原色是以黃色 就是狙擊王面具的那個黃色做 基本的配色 那上面有POP的標誌 回憶系列的標誌 帶著貓貼 那設計上就是簡單的開窗啦 開窗造型 就是螢幕瞭然就看到公仔本身 很中規中矩的彩盒 好奇一下我最近有看到什麼 彩盒是超漂亮的 有嗎? 超漂亮的彩盒 好像沒有 對啊,好像彩盒都差不多這樣 中規中矩 那我們把作品從彩盒拿出來了 分件非常少 就是三格零件而已 那也可以看到狙擊王本身 其實不用地台就可以站立 剛剛後面這個 武器的棍子 是有頂到桌面 所以不知道久了會不會有歪的問題 因為你不確定它的重心是在哪裡 所以盡量還是裝地台 我們盡量還是把它裝在地台上 雖然我相信很多人打開狙擊王的第一眼就想說 太大了吧 呵呵 但沒辦法 地台也是本體 那開箱完了 我們就來講一下作品吧 本款作品為代理版 預購價為5000元上下 高度不高 大概20公分左右 比較要注意的是深度 深度約為32公分 當然比起MAX系列來說 這已經都算不大了啦 小小一隻而已 那這個騙人部的動作應該是來自於司法島篇 就是他裝成狙擊王 使用絕招火鳥星 設下世界政府旗幟的那個 初招丸的定格畫面 所以彈弓才有一個回彈回去前方的樣子 那順便說一下彈弓本身其實做得滿好的 就是上面的繃帶是以不規則纏繞 並且塗裝上呈現這種 綑綁已久上面黏滿灰塵的髒髒封帶的感覺 相信很多人都一定有那個畫面 就是你拿膠帶綁一個東西 然後綁久了 那個白的膠帶都會變成灰灰黑黑的 因為就是會摸來摸去啊 也滿灰塵 他在塗裝上就是呈現這個感覺 我覺得不錯這個細節好 但必須要開始吐槽了 就是騙人布本身 我覺得塗裝細節沒有做好 因為大家一定會說不要拿MAX去比啊 你怎麼可以拿MAX跟回憶系列來比 但思考一下 這款騙人布預購價約5000元上下 說實話跟MAX其實差不多 因為像雷神啊什麼的 也都是六七千 那比騙人布大這麼多 就是用一樣的標準來看待 那在這個標準下 我覺得他沒做好 那我就來說一下沒做好的地方 當然先看面雕 這個狙擊王的面具是沒有問題的 細節上 該有的都有呈現出來 這個戰損的樣子 也都有做出來 但光是他後面的頭髮 我就覺得 怪怪的 就可能沒有呈現得那麼細吧 看起來很像金沙 不知道我覺得他頭髮遠看超像金沙的 可能也是我個人覺得啦 對我個人覺得他像金沙 然後下一個我要吐槽就是 身上的繃帶 就是你看明明 彈弓的繃帶 就塗得這麼好 但為什麼身體上 手臂上的繃帶可以塗成 就是線條很模糊 加上他上面的陰影都下在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感覺很像黑一塊黑一塊的感覺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繃帶不行 就是明明彈弓的這麼好 彈弓上的繃帶這麼好 身上的怎麼塗的這樣子 然後這個分模線也怪怪的 很模糊 我覺得他整個就很模糊 整個手臂的繃帶感覺就是 泡過水一樣 對 對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很像繃帶泡過水一樣 就是糊糊的 但還是有可以誇獎的就是披風 哇這個飄逸的披風 上面的陰影沒有像上一款大媽那麼奇怪 就是沒有髒髒的感覺 這款的披風就做得不錯 我很喜歡這個披風 你當然都不能說他做得不好 但是你如果是用 預購價這個規格去看的話 他真的是略顯不足 那下面是地台 我相信很多人低一點就是要吐槽這個地台 怎麼這麼大 那沒辦法 因為他要做對稱的話 這個騙人布的大小 就是必須要做這麼大的地台 那上面一樣會有logo 作品的名字 那我現在拿的是 POP的另一款作品 他是兩年後的騙人布的樣子 那放在一起比較 那當然還是可以看到塗裝的進步 畢竟這款兩年後造型的騙人布 已經出一段時間的 光是彈弓上的繃帶 就很明顯的比較出 新款狙擊王的繃帶塗裝是做得非常好 但就像我前面說的 你看 明明之前做的騙人布的頭髮 就沒有那麼像金沙 為什麼新的這一款狙擊王 長得就這麼像個金沙 那其他地方其實大同小異啦 可惜的是我身邊沒有 POP更早期也有出一款狙擊王的造型 他是佔支的 那個作品是更久 拿出來做比較應該是更棒的 但奈何我手邊沒有 就其實我手邊的POP很少 所以沒辦法拿出來做比較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了 其實如果我真的喜歡騙人布的玩家 還是要收這款狙擊王啦 真的 遠看還是做得很好啦 整個呈現方式啊 動作張力啊 都是有到位的 就是細看可能沒那麼滿意 但是遠看是絕對OK的 加上騙人布的作品本來就很少啦 你不買它 可能也沒幾款了 所以還是要支持一下我們的 POP回憶系列 也希望這個系列可以繼續出來 我相信很多人對 海賊王的印象的還是 兩年前這種回憶 畢竟是小時候的童年嘛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跟追蹤我的IG 掰掰 謝謝